三小鸟 坐在窗戶上 他們說我不用擔心 夏天就像鮮魚 我最近都是在喝抹茶 買了抹茶粉 我會喝這種純抹茶 或者是抹茶拿鐵 隔離還是用這個Clay Depot的 這個算是滋潤型的一支隔離 我覺得還挺好用的 但是我今天粉底液不會用Clay Depot 他們抹開 它有一點點的這種潤色的效果 我們今天會去買草莓 去農場裡面買草莓 在五月份的時候 我給一個農場打了電話 就是離我們家不算太遠的一個農場 然後問他們有沒有賣草莓 他們說六月份才會有賣 然後問我要了電話號碼 然後昨天他們給我打電話 現在已經是六月初了 就是說他們的草莓可以賣 上粉底液之前先上一下這個潤唇膏 這個是Mag的 它算是一個唇部的打底 今天粉底液用的是這個Lunasol 我夏天用的還比較多的 它算是流動性比較強的一個粉底液 但是它遮瑕力還不錯 今天用的這個Beauty Blender 是歐萊雅的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用耶 我是看Target的網上 它的review還不錯 然後我就買了試試 10刀左右吧 不算特別貴 比Real Techniques的貴一些些 因為Real Techniques的是 兩個是10刀左右 它這個是一個10刀左右 但是比Beauty Blender的要便宜好多 這個好像上妝還不錯 它蠻貼的 這挺好用的 臉部遮瑕提亮用的還是MAC的這一支 這真是太難用了 用到現在都沒有用完 然後鼻翼兩側 之後呢也是一個提亮的部分 我夏天就不會用高光嘛 但是我會用遮瑕來提亮 我之前就有說過 我通常會用MAC的這一個顏色 應該叫Yellow Pale吧 就是抹在臉部的中央這一塊 T字枯啊 然後鼻樑啊 就用遮瑕做一個提亮 因為我覺得夏天如果打高光的話 有時候會看上去太油亮 雖然我現在皮膚是比較乾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的皮膚真的超級超級的乾 甚至乾到是有緊繃的感覺 接著呢我會先上一個這個定妝噴霧 那我就是先用這個定妝噴霧來定妝一下這個底妝 之後呢我會上一層這個定妝粉 我就稍微的就是等它乾一會兒 現在這個定妝噴霧差不多乾 我就上一層這個定妝粉 定妝粉用的是NARS的這個 這個呢也是快要用完了 我想把它盡快的用完 已經鐵皮了 就薄薄的上一層 我們先做這個鼻部的修容 鼻部的修容用的是這個KA的 也是快要用完了 有些東西已經有鐵皮了 但是想要用完 真的還是要很久時間 我覺得KA的這一塊沒有MAC的那一塊 那麼的就是 鮮 你稍微多少一點也沒有關係 眼妝的部分呢 我今天用的是這個KATE的一個盤子 這個應該是比較老的盤子 是BR 冬天的時候我用霧面的比較多 那夏天的時候就稍微有一些光澤感 不會佔取這個顏色 就是有一點橘調的一個顏色 打在眼瞼的部位 可以稍微打的寬一點 它是一個比較有光澤感的一個眼影色 春夏天我還挺喜歡用橘調的眼影 然後在雙眼皮的眼褶內和後眼尾呢 我會用這個 這個是Makeup Forever家的一個咖啡色的眼影 它也是有光澤感的那種咖啡色 掃在眼尾和雙眼皮眼褶內 我是那種內霜 就是不是很明顯的那種大 如果你是單眼皮的話 就稍微的靠近睫毛根部這樣掃 那眼頭和臥蟬的部分呢 用的是這個盤子裡的這個打亮色 內眼線的部分用的是Remo的這個眼線筆 是咖啡色的 隨意的沿著內眼線根部描繪一下 我最近其實還挺想塗指甲油的 但是我那個實質的指甲 還沒有完全就是長全 如果塗指甲油的話 就是缺一塊還挺尷尬的 所以我等它就是長全了以後再塗 之前在H&M買的那瓶指甲油 到現在還沒有用過 接著就是畫外眼線 外眼線用的還是Dolly Wing的 就沿著睫毛的根部 尾部的話我就會稍微的平拉一點 前面就是慢慢的沿著睫毛的根部 眼頭可以無畫 加睫毛之前呢 我上一層這個Dior的封唇液 這個就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然後封唇的效果也就這樣吧 沒有特別明顯好像 我覺得封唇效果比較明顯的 還是Fenty Beauty的那一支唇蜜 打一下睫毛 睫毛打底膏KATE的 現在我已經離不開這個KATE的睫毛打底膏了 它和任何睫毛膏都搭 它看上去是白色的 其實上了睫毛以後 我沒有藍扣那個 那麼明顯 白色的 今天的睫毛膏用的是這一支 這支是之前送的 應該是叫Buckson 它算是一款主打濃密型的睫毛膏 眉毛還是用的Newbone的這支眉筆液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是離不開這支眉筆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是離不開這支眉筆 這兩面鏡不知道應該對著哪一面吧 這支眉筆 然後前面 前面就淺淺的填補一下 之後呢我們上一下這個修容 修容用的還是KATE的這一塊 我覺得我差不多可以把這支眉筆 我前兩天錄的那個Vlog的片段啊 都沒有了 因為那張記憶卡有問題 然後前兩天錄的全沒了 好傷心啊 怎麼辦呢 那個Vlog你們又要等一段時間了 因為之前錄的還挺多的都沒有了 腮紅呢用NARS這個盤子 用哪一塊呢 因為我今天眼部是橘調的嘛 可以用這一款也可以用這一款 都可以 我用這一塊好了 這一塊應該是泡 然後輕輕的 我現在喜歡從中間開始往外面打 唇色 唇色今天用的是這一支 Armani的201 我現在喜歡就是稍微的超過唇邊一點點 但不要抹得很深 先薄薄的一層 然後 把它抹一下 可以稍微的抹過唇邊 也可以用手啦 稍微的弄出來一點 中央的部分稍微的加強一點點 深的地方就不要抹出來咯 抹出來就很奇怪 好唇色就這樣 我先要去把那個上衣換上 今天出門呢就串白T 就是皺的咧 我就是拿出來也沒有燙過 我去換一下啊 我的頭髮真的是長得超級快 我覺得我現在 感覺又自己長髮飄飄的剪了 大概才三個星期還是一個月 我昨天晚上洗的頭髮 然後睡覺起來就是 有一點彎 看到嗎 不直了 嗯 我就用紙板夾 最近都是用紙板夾 先用這個防熱潰霧 防熱潰霧 這個和之間那個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好像是新出的還是什麼 反正我是新看見 它好像說裡面有什麼油來著 我先噴一下啊 因為我的機子就是普通的這種平板夾 把它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溫度 我買的這個這邊有個溫度 然後它可以調溫度 我通常都是按到最高四百 四百五吧 華氏四百五十度 然後它ready了以後 我就會有咚的響聲 那現在這個紙板夾就已經 溫度已經ready了 然後我就 嗯 隨意的 真的是隨意的 我不會分小戳 都是一大戳一大戳的 把它拉一下 然後發尾的時候呢 就是往裡面的 凹一下就可以了 大戳 我都是大戳的 就隨意的撩起一戳 然後 這樣呢就是 一來可以讓頭髮順一點 如果你頭髮是彎彎的話 二來呢就是可以讓頭髮 嗯 有點蓬鬆感 上面呢我就不會去弄它 我最主要就是夾下面的 很快 所以這樣真的是很快的 我現在弄頭髮要比以前長髮的時候 要快好多 因為沒什麼技術含量啊 我夾完之後會上一點點的髮油 真的是一點點喔 用的是這個 這個是卡尼爾的 其實任何一款髮油都可以喔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這一款 然後 兩滴 就真的是兩滴 一滴 兩滴 超級少 然後再手掌把它搓開 搓開以後呢 就隨意的抓一下這個頭髮就可以了 所以主要抓在就是下端的地方 就你剛才用甲板的地方 那今天的下妝呢 準備穿這條 這條是新買的 frame的一條黑色 它不是黑色的 它是灰黑色的一條油仔褲 下面是有點做舊做噓噓的那種效果 鞋子的話穿這個小髒鞋 小髒鞋還挺百搭的 包包背的還是樓依未的這一隻 我覺得我現在都是在背這一隻 真的是超實用的 大概會戴個魚膚帽吧 墨鏡我就不戴了 這個魚膚帽就是我隨意買的 是在blooming都要買的 還挺便宜的吧 好像打折的時候才二三十塊